这个人的名字就叫许世友 那或许大家不认识许世友 许世友是中国大陆建国以来 上将出生 他上将出生 各位晓不晓得他出生的地方 那是什么地方 就是少林寺 那他小时候因为家贫 被送到少林寺 那被送到少林寺呢 他就开始在少林寺习武 我给各位看两张照片 是外面看不到的 各位看一看 这个是在1959年 许世友夏连当兵会战士表演少林泉 这一年他54岁 各位看一下 这个人就是许世友 这个人就是许世友 他表演的少林泉 就是我们 现在讲的像类似十四泉 少林寺的十四泉跟铁沙掌等等那些 还有一个很罕见的 他那一年76岁 干什么 他指导他的部署练长棍 各位来看 棍子多长 大概是我们现在一个足竿的长度 然后他教他的部署对打 各位看 这个是长棍的对打 那长棍的对打 就说明了三件事 许世友 的确是少林寺出身 第二个 许世友 他离开少林 那方丈 为什么要给他留条路 因为他打死人以后 为什么给他留条路 应该就不准他死少林功夫了吧 你给我打出木人证 是许世友的回忆录里面证实了 这一本是1986年 你是从哪绕来这本书啊 真是太厉害了 这一本就是许世友 1985年过世 他86年出版的 出版是许世友 他唯一证实了 少林寺是有木人证 是 他是打完木人证下山的 他是打完木人证下山 木人证是真的木头 还是 木人证是什么阵仗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 就是这一张 就是你要跟几个人对打 那你对打以后 如果那你打赢的话 那你就可以出少林 不是说 是打那个木头桩子出去的 不是 他是跟人对打 大概三四个对打 三四个对打 结果他把三四个都给撂倒 撂倒他的师傅说好 那我让你下山 要不要放下山是可以放水的吗 我木人证 我安排功夫高一点的 你就别下山了 我安排一般般的 你就有机会下山了吗 但是各位不要 不要小看这张照片 棍是有长棍跟短棍 这我竹竿长得太难死了 除了难死以外 我也去北京跟许诗友的 教过的学生 他也教我 切拖切拖 他说第一个是挽力 第二个是走力 第三个是尖力 这个地方 好 这里 这里 还有脚 他说最重要的是脚 他说这个长棍一耍 那你向后一抽的话 你会打到这里 你会打到自己 所以他说长棍非常的困难 那许诗友就用这样子 他打出了木人证以后 当他打出木人证 他投靠解放军 投靠解放军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他每一次都会叫战士 打那个十字拳 少林寺有那个十字拳 他就是说 这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当兵 所以他就把小孩这样子训练出来 训练出来以后 他逐渐的把少林武术 通通放在军中 通通放在军中 就是那我刚刚给那个各位看的 那个是1958年 就是823炮战以后 好 823炮战以后 各位来看 许志友就下那个部队 给他们表演 就是少林拳 铁砂掌啊 十字拳啊 然后他非常重视马步 他非常重视马步 他在担任南军军区司令员的时候 你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 他就把所有的少林武功 通通都放到军队里面 叫做郭福星战法 就是500公尺过硬 瑞德兄大概知道 叫做五项战绩 我们台湾讲 叫做五项战绩测验 他是500公尺过硬 然后蒋介石知道 许志友这样子搞 他说我们来搞个600公尺过硬 结果呢 做华民国国军 要赢一下100公尺就对了 结果呢 他们证实了 500公尺是符合人类体能的极限 所以他把郭福星的教法 就放在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说 各位在网路上 可以看到很多的照片 有很多的战士在海边做庄 做那个少林的庄 那一些都是陆战队的 就叫你在海边这样子做庄的话 那你不会摇来摇去 倒来倒去的 这也是许志友那个时候留了下来 所以现在少林功夫留了下来 许志友也算是大功一戒 这些人当初怎么没有阻止毛泽东文革的时候 不要这样子灭武 其实他们没有办法阻止 但是当文革时代结束以后 就跟许志友就当场跟你表演那个长棍 他就把这些东西慢慢慢慢慢慢的给留下来 我现在告诉各位 很多空降特战 像台湾的那些将领 没有搏击的经验 许志友 许志友是有搏击的经验 他很能对打 况且他对对打的方式 长棍短棍等等那些 他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也劝我们国军将领 从今天开始大家都练武术 不要练滑拳袖腿 台湾的本营 中文字幕——YK